Twinweaver这个软体 第一个我会把它切到传统 因为传统的话跟前几个版本都一样 第二个是我会切到分割 然后旁边有个即时 那大部分你切到即时都可以看到结果 但是少部分如果牵涉到什么 像这个JQuery也可以做到什么 做到那个就是说 它也有类似像喜好设定档 不过它名称叫做local storage 也是可以存key value 跟我们之前那个 暂存档一样 但是它走的是html5 另外它有database 它有叫做web SQL database 而且观念上使用上几乎一模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 如果那个时候的话 你就不能直接在这边按即时 因为即时的时候 它里面不是一个真实的browser 它可以直接怎么样 在这边可以直接用那个Chrome去浏览 不要用那个IE 因为IE可能会有相容性问题 那点击开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类似像一个手机 那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放大的话 你可以把它拉宽一些些 因为实际上应该会很快的 可是因为我这边 就是稍微慢一点点 没有影响 OK 那这样的话 另外就是 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马上设计 马上看到结果变更 不过不是所有的 部分的标签 都可以拿来这样做 那也就是说你们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这边有个叫做 资料 标签 你只要点选 比如说这个上面的图示 原来是齿轮状 对不对 我如果希望换个图示的话 它有大概内建的17个图 可以随时更改 所以点一下它 这个图 接下来 这边就会有一个属性标签 这个属性标签 这个属性标签 或者你直接再往下找 这边有个属性标签 里面的话 它这边就会出现什么 Data Icon 就是它的属性标签 那里面的话 它这边是显示Gree Gree就是齿轮的意思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其他的 比如说你要改成 这上面很多种 比如说我把它改成就是 这个plus 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 我这边把它找一个plus OK